全新有家363萬的特斯拉 大街上一路爆衝 女子嚇得一秒彈跳 驚鮮躲開 但特斯拉繼續衝 狂撞前方救車 這時駕駛方向盤往右一打 正巧兩名路人經過 被猛撞正著 當場噴飛 特斯拉失控撞進人行道 不僅把燈桿整根撞斷 連根拔起倒地 引擎蓋燦凹陷 連車頭保險桿都玻璃掉下 現場滿目窗儀 那倒衝吧 從外面直接從衝上去 來一點就是這樣 衝到那邊那個肚子 那個肚子燃料的危險那個地方 有玻璃到旁邊的路人 轟然巨響嚇壞民眾 23號傍晚5點多 熱鬧的北市仁愛圓環 發生驚悚特斯拉撞人 連路旁柱子都遭殃 底座被撞到面目全非 磁磚水泥碎滿地 關線外露 當時71歲王姓男子 從一旁大樓地下室車道 把特斯拉開出來 一四車輛故障 死控暴衝 撞擊前車及兩名路人 加上駕駛自己四人受傷 緊急送醫 車手 安全車有沒有 就是站到那邊 因為要賠償問題 我們現在要到大安分隊 百萬名車才開出家門 立馬失控狂衝撞人 不僅維修費恐怕不便宜 還得面臨賠償 究竟是車輛問題還是人為因素 警方要調查釐清 記者姚立強 黃玉蘭 台北報導 消息 熱門話題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